第1715集 与此同时 镇神塔附近的一处地方 距离镇神塔距离不远 可见势力也极不一般 此地正是二等势力洛霞宗 洛霞宗雇人是二等势力 也是二等势力中最强的一批 所以位置也是极为的靠近 而此刻洛霞宗中 一个戴着面纱的少女傲然而立 而他身后洛霞宗宗主和众多长老 竟然显得有些小心翼翼 只因为这个面纱少女 是他们洛霞宗这么多年唯一的希望 济思卿 洛霞宗宗主来到济思卿的面前 微微一笑 徒儿 今日或许就是我洛霞宗崛起的时候了 为师真的太激动了 然而 济思卿却是转过头来轻轻摇头 面纱摇摆露出些许绝美面容 他红唇微动 其实这神光仪式可能对我无用 洛霞宗宗宗主一正 为什么 这个美人都有一次机会啊 济思卿秀眉微贫 没有说话 他的思绪纷飞到一个强者林立 灵气夜化的时代 那个时代是远古诸神之战的开始 有一个少女踏入神光仪式 一向浩瀚 大地震动 那一日 一个少女傲然崛起 她无上海谷于青天之上 一人之力建立了一个硕大的家族 让世人明白 何为巾帼不让须眉 那少女名为曲辰烟 她是济思卿的前世 神光仪式对于美人都有一次机会 连济思卿都有些不确定 这一世 神光仪式是否认可自己 她从思绪中回来 对洛霞宗宗主道 师父 那件事做了吗 洛霞宗宗主点点头 徒儿放心 为师已经安排下去了 好 济思卿轻轻点头 目光向着一个方向而去 喃喃道 这家伙 真是到了哪里 哪儿就不太平 不过 这样才好呀 就在这时 镇神塔之中突然闪烁出一阵极为刺目的白光 白光之中隐隐地有着远古的气息 白光绽放得刹那 众人都仿佛感受到了神国的历史 无数精彩绝艳的舞者与域外天魔之间的战斗 神蒙之中 一名老者腾空而起 朗声说道 神光仪式即将开始 请各个势力做好准备 各个势力的掌门 长老等高层都是对着门下弟子满面严肃的进行嘱咐 随后便一个个离开了各宗靠近镇神塔的区域 神光仪式一辈子只能参加一次 他们都已经参加过了 继续留在这里只会浪费宝贵的能量而已 一众一等势力的强者聚集在了一处专门用于观看神光仪式进行的阁楼之中 刚才那名宣布仪式即将开始 白发苍苍眼神却颇为纯净的神蒙老者 看着底下的弟子们微微笑道 这一届神光仪式的年轻人都很不错呀 神光中的众人看向下方 只见镇神塔周围有不少意气风发 无比自信的年轻人 不禁暗暗点头 像镇龙殿满头红发的华景涛 轩原家一名相貌有些阴柔的白衣少年 轩原静 狂谷们拥有斗战圣体的孙无望 还有神级宗被称为魔神的夜神 这些年轻人都是极为极为出色 能够载入神国史册的妖孽 若是放在网界 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拿出来 都是能够在神光仪式之中镇压一切 登顶巅峰的天才 可这一切却是群凶逐鹿 不知道谁会成为在神光仪式之中 进步最大的那个 神光仪式是改变命运的一刻 很多天才本来旗鼓相当 在仪式结束后 差距却犹如天渊 阁楼之中 镇龙殿宗主白玉皇突然笑道 各位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我们神国曾经有个天才叫做项武的 天圣阁阁阁阻征 眉梢一条道 那个 在神光仪式之前 无比逆天 修为不高 却能疯狂越级 无比霸道 横压一众天才 让各宗子弟都抬不起头的项武 镇龙殿宗主笑道 不错 就是他 这项武在参加神光仪式前 确实了不起 可是参加了神光仪式之后呢 他的进步却微乎其微的 有人说 项武之所以能够近乎无法理解的越界 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潜力耗尽了 说着他眼中带着讥讽之意的 看向了玉珍子道 结果呢 这项武太狂 得罪了太多人 在仪式结束之后 被其他天才直接秒杀了 死得无比凄惨哪 所以说呀 这神光仪式才是神国的天才们 真正开始闪耀的舞台呀 玉珍兄 你有没有觉得 这项武和某个人很像啊 阁楼中的众人 都是瞳孔微缩的看向了叶晨 确实 项武的情况和叶晨极为相似 难道叶晨也会布了项武的后尘 那神级宗就是真的完了 宗门里就这么一个天才 而且对他倾注了无数的心血 参加完了神光仪式 直接变垃圾了 别说是垃圾了 甚至连垃圾都当不了 都无法活着离开这蛮荒之地呀 那样 玉珍子恐怕要真的绝望了吧 神级宗甚至很可能因此一蹶不振 甚至跌出一等宗门的行列 原本看到了叶晨强势崛起 还有心想要与神级宗 特地靠近了玉珍子一些 希望找机会拉近一些关系的 一等势力高层 此时却都是默默地退后了半步 没人想跟一个很可能没落的势力 扯上什么关系 白玉黄面带冷笑 这也是他对华景涛如此有信心的原因之一 祖脉算得上最适合在神光仪式中 崛起的资质之一 甚至比至尊神体得到的增幅还要恐怖 而像叶晨这种 展现出了令人为之疯狂的 越极能力的妖孽 却可以说是最差的那种 甚至还不如普通的舞者 实力的提升大呢 一天余地 这夜晨还不死 玉珍子转过头微微一笑道 和谁很像 和谁像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和华晨心肯定不像 阁楼之中的空气骤然冰冷了下来 众人有些震惊地看向玉珍子 玉珍子竟然在这时候提到了华晨心 这是直接要和阵龙殿撕破脸了呀 众人都是不禁微微摇头 玉珍子冲动了 夜晨很有可能在神光仪式中 泯然众人的 现在激怒阵龙殿 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不过玉珍子却不在意 惹怒了震龙殿又怎么样 他对夜晨无比的信任 夜晨绝不会让他失望的 你 白玉皇双眼冲血气息狂躁 怒火腾腾 不过很快他便按下怒意 冷笑着说道 好 求让我们看看 这位夜公子到底能有怎样的表现 这时 鬼刀门的门主殷尊也是笑道 玉珍兄 看来对门下弟子十分自信呢 不知道 在玉珍兄看来 这位夜晨能承受神光的洗礼多长时间 基本上 神光一世之中 承受洗礼的时间与实力的增长成正比 虽然 参加神光一世的弟子 也是各宗精挑细选的了 每一个都算得上天才 但一般小势力的天才 甚至连三个时辰都无法达到的 承受洗礼的时间超过三天 就算得上是万古妖孽了 而神国历史上最长的记录是九天 是一位叫曲晨烟的神秘女子 更是现在神国曲家的老祖 阴尊问这个问题 显然是不怀好意 因为从夜晨的表现来看 和项武一样是透支了潜力的类型 那么在神光一世中支撑不了太久 鬼刀门的真传弟子宇风仙 被夜晨重伤 虽然没死 也无法参加这次神光仪式了 下次就要再等一百年 那样就错过了进行神光洗礼的最佳时期了 阴尊自然也对夜晨十分的记恨 甚至若是有机会神光仪式结束后 他不介意让自己的弟子 鬼刀门的真传第一赵灵刃 替雨风仙报仇 玉真子看着窗外 头也不回地淡淡道 至少十天 我信他 嗯 众人文言都是眉梢一条 玉真子的意思是 夜晨要直接刷新神国的记录 阴尊和白玉皇更是直接笑出了声 神国记录那么好突破 还是在夜晨这种状况之下 玉真子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其他人也是微微摇头 玉真子太看好夜晨 有时候期望越高 失望也就越大 就在这时 镇神塔之中的白光 突然转变为了赤金之色 那些参加神光仪式的弟子 都是瞳孔一缩 整个蛮荒之地 都随着镇神塔的变化 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无数金色雷霆 在镇神塔周围浮现 众人眼前不时闪过一道道 宛若天神一般的虚影 这些虚影赫然正是 曾经那些在图抹大战之中 留下丰功伟绩的人族强者 神蒙盟主 那名白发老者 神锦坤 目光一凝道 开始了 一瞬间 那镇神塔金光之中 那些盘膝而坐的弟子 都是感觉大脑一阵混沌 无数古老的气息包裹了自己 就好像超越了时空 返回了远古时代一般 叶晨感受着镇神塔散发出的气息 也是满脸的兴奋之色 他有预感 这神光仪式会给他一个惊喜 可就在这时 仓谷一神突然惊呼了一声 不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